柯文哲就是 怎么讲 男人有时候一个人在家 如果有一种感觉 叫寂寞感 这个时候就很危险 柯文哲清理就是有这个寂寞感 为什么呢 因为大家都有事做 对不对 这个你看赖清德是总统 总统当然是进驻到 这个中央防灾应变中心 去视察 那左翁太太就跟他报告如何如何 那侯宜是新北市长 他就到新北市 一起这个灾害应变中心 那我们刚刚讲很多 卢秀燕的事情 大家都有位置 大家都有事做 而柯文哲觉得 我是一个也是挑战总统大位的人 如果我自己一个人在家 大家都很忙碌 都看起来很爱名 然后很认真上班 我一个人在这 不就被冷落了吗 所以就要赶快来做一些事情 所以你看柯文哲是赶快来po一个说 他也马上 其实要连线很多地方 就跟这个中央总统 要跟全台湾各地县市首长连线一样 他也要有分割框就对了 我也要有很多分割框 连线这样 但问题是说 公务员退去 回到原来上班的地方 对 问题是说大家看一下 柯文哲po这个 坦白说真的是不甘寂寞了 因为他 他还讲一个理由 首先第一个理由很牵强 所以因为大家知道 柯文哲现在其实是党主席 那党主席其实你算是平民了 那接下来的话说 为什么我要来到 这个台风架 为什么要来民众党办公室开会呢 他说因为远距视讯会议的设备比较好 我看到这边我就想问 线上会议是要多好的设备 而且这个画面 这个就是Google Meet Google Meet 我们每天手机打开就在开 有时候大家在通勤 你要一边做线上会议 然后有时候开车开着 这个也可能都在线上会议 一个手机 iPhone和Android就可以搞定的事情 为什么一定要来办公室 奇怪你这边不是说很多同仁都在家里开会吗 为什么大家都可以在家里用Google Meet 开视讯会议 你一定要来办公室开视讯会议 是怎样 这个办公室有4K摄影机吗 这样大家看主席的脸都看得很清楚 那吗 所以第一个是说这个理由很瞎 什么叫因为办公室设备比较好 第二个事情是说 很奇怪 你看他拍一个这样的照片 请问谁帮他拍的 也是有人上班帮他拍的吧 可是你这民众党这公司 你们台风架不放假吗 对不对 你现在你也不是公部门 你也不是说各地县市政府 你现在也不是台北市政府 说公务员一定要随时待命 树倒了赶快去清 水沟堵住了赶快去挖 什么这个警销怎样赶快出动 都不是啊 党务就是我们一般公司企业行号 有什么理由一定要在这个台风篇 因为你要来拍 而且是停班课的台风篇 对已经停班停课了 然后你因为要拍一张照片要秀 所以就把其他同仁也叫到党部来上班 他就是因为要吃那一碗泡面 你去买叫别人去买 你去跟我买一碗泡面我要吃 这好像不太符合老权 对啊因为我们在讲说台风天放假 这个放假不用上班上课 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 你包含台风天危险嘛 你来上班要通勤嘛对不对 那路上那风一吹 那树倒了招牌倒了 这个算什么 到时候算谁的 到时候变工商呢 你民众党说实来到底有什么 非常紧急的事情 一定要进驻 其实也没有 因为他说大部分同仁都在家视讯归宜 那所以他进来这边 你就是为了要作秀拍这张照片 所以就要把你的这个员工叫来办公室嘛 那这个说实来其实蛮压榨的 有点恶老板蛮违反劳权的 那再来是说柯文哲本身这个事情 真的是装忙了 因为其实我们刚刚讲到 你看你开这个视讯会议 我真的很难想象 他开这个视讯会议 说跟各地连线 他需要勘灾吗 他需要了解灾情吗 他们要回报什么 到底要连什么 你看民众党现在这样 除非有新竹市政府 但是新竹市政府 高宏也不会跟你柯文哲连线嘛 连线就变党政不分嘛 新竹市政府当然才要行政院的灾防汇报嘛 那请问你整个民众党 你要跟各地连线什么 你说跟黄国昌办公室连线吗 跟这个什么 其他你们都不分区立委办公室连线吗 还是跟什么新竹党部 台中党部连线吗 那你看连线他会讲什么 现在各委员办公室有没有状况 其实委员办公室也放假 报告主席 如果我没有接到陈勤 我们会来协助跟中央政反应 好 那换一个台南党部好了 台南党部现在大家怎么样 报告主席 今天台南也放台风假 员工都上班 那对大家都在家很安全 那这样结束了 不然你这个会议到底要讲什么东西 不然你大家 他放台风假就好好放假 如果真的有什么样状况 要协助 其实线上在line一下就好了 所以其实这个东西 完全是一个作秀性质 那这个作秀性质 不只是我自己讲 你看这个是柯文哲 他有粉专的po文 但是他的fred上面 他发同张照片 他说什么 他说听说在台风天吃泡面 是一种仪式感 有没有 仪式感 下面是仪式感 仪式感就是其实没有必要 平常吃个饭 吃一吃就吃个猪排 排骨就算了 旁边插两个蜡烛 放个花 这个叫仪式感 就是很 叮这样子 就是很多 本来平常没有 多了很多小细节 多了很多装饰 我觉得很有仪式感 所以柯文哲 说台风天吃泡面 还有仪式感 他自己就暴露了 他的小编很明显就告诉大家 这就是一个摆拍 这就是一个for show 让大家觉得柯文哲很认真 所以终归一切到底 就是柯文哲内心觉得寂寞 他不甘寂寞 他也想跟卢秀燕一样 有很多的新闻曝光版面 有很多的舞台 问题是 其实根本就没有必要 黄国参对于宪法法庭 所裁定的这个暂时处分 以及后面他认为这个 有没有违宪的这一块 他搞得我好乱 因为第一时间出来的时候 他在讲说什么 为什么吴征提前知道 那个大法官 就是绿的跟你们站在同一边 那时候叫做否认其 然后接着他又说 Shut me 东西啦 然后就也是还是在骂 结果昨天他跟那个馆长 在直播的时候 他说 哪一条违线 有什么违线的话 你以为我什么事都不会做吗 我就继续修 我修到你没有话可以讲 对 承认了吗 他怎么突然认错了 好奇怪喔 所以看得出来 黄国昌面临一些态度上的转变 他前天不是在直播上面 先呛大法官吗 说凭什么你在上面一直问我 然后我回答的时候 就有时候时间限制 不公平 所以有种就出来 一个宪法大辩论 其实大家看得觉得很错愕 就是怎么有人去 就法院去打官司 然后看法官也还没判你输 问你几个问题 恼羞成怒 就呛他要出来辩论 你知道这很像 这很像我们觉得那种 小鳖山小混混八九的行为 他基本上他讲究要呛 大法官你多厉害 你比较厉害是不是 有种出来出来输人 踹共啦 其实基本上是这个意思 对不对 而且你会在这个过程中 看到黄国昌很双标的 因为在法院里面 法庭之上 法官权力比较大 他可以问人 这个是制度 对不对 就像你立委 在立法院里面 你可以质询官员 这也是制度 但是你看 黄国昌在法院里面 他被问的时候 他就气不不 就说不行 我们一定要好好来辩论一番 在立法院里面 他问别人的时候 别人如果想要回他 就不行 你要回我话 我就把你抓起来关 藐视国会 所以你看彻底的双标 但是你也看出来 黄国昌后来转弯了 因为他现在新的说法是说 你这大法官 以为我什么事情都不会做吗 我就修法 修到你找不出毛病来 我就让你没有话可以讲 其实你看得出来 黄国昌在讲这个话的时候 已经基本上在胜要面子 因为你想象嘛 把这个话换成说 学生的话 学生有间交一个报告 被老师退了 学生很生气 老师算什么 我就一直交报告 交到老师给我打一百分为止 我就 好像蛮好的 对 应该要这么做没有错 对 应该要这么做 那OK啊 所以你看出来 这其实就跟贵老讲一样 我常常有一些情绪的转折 因为大家知道 黄国昌很厉害 可能他以前打写考卷 A A B C C 都全对 这次写一个B B 我很少听你讲台语 你要不要一直讲下去 我想要考验看看你的台语功力 那这次被大法官 被大法官 我看是算了 不要错 然后就觉得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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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需要爱台湾就好了 不一定要讲 你先来很生气 怎么可以把我打错 不行 所以这个挫折的反应 但是其实我们知道 念书很多种动力 他化挫折为动力 不行 我下次一定要写一个 百分之百 全部都一百分的考卷 让你找不到我错的地方 其实这也不错 这也是一个向上的动力 所以我们给黄国昌鼓励 那只是说 也不要忘记 在立法院本来就有很多立委 他们本来在立法的时候 就很认真 就有知道什么事情是会危险 什么事情是不会的 所以黄国昌 之前大家劝你说 不会扩权 真的会危险 现在看起来搞不好 真的是有很多争议了 所以以后还是要听听别人讲话 不要再一意孤行 我还有看到 是有一个这个账号 叫做逻辑思考 有一说一 然后他就问了一个问题 说8月6号包围宪法法 你真的愿意出来吗 投票2000多票 2776票 这边呢 认同必须包围 但有事无法到 百分之75 这就是 铁粉加起来只有11% 这就是民意的反应